韩晨凯 大家好 我是韩晨凯 欢迎来到国语小课堂 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是 反拍抽杀 反拍抽杀呢主要是 以大拇指 发力为主 然后顶住 大拇指顶住这个拍柄 这样能做 然后以手腕 手腕发力为主 这样能更好的球速 能力球速更快 打直线跟打反拍 打对角是有点不同 打直线一般是 手指跟手腕发力 容易打直线 如果去多用 小臂的力量的话 会容易使球 就是偏离 你想要去打的路线 然后反拍主要是 小臂 小臂发力 然后 小臂发力 然后手腕跟手指 小臂发力 带动手腕跟手指 好 然后现在 给大家表演一下 就是怎么去练习 可以请一个人 在对面给你发一点 可以给你请一个人在对面 给你发一点 就是中半场的平球 抽直线 好的 没问题 抽直线 抽直线 对 可以训练可以采取 这种多球的方式跟 对打的方式 都可以 好 对角 好 在抽档的过程中 踢球点最好放在 放在 人的前方 球拍的前方 然后如果是 对方机怪球 你的踢球点太靠后的话 你就很难 很难去发力 很难去打对角 所以说 在对方 当对方击球的时候 就已经 你要得去 就是得去抢前点 去击打这个球 能更好的 发力 也能更快速的 回击对方的球 本期的国语小课堂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